欢迎收看后盾网视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3w.houghton网.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 请登陆后盾网论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盾网视频教程 我是Code宝宝 咱们这节课呢 继续来讲解 zywa script document的对象 上节课呢 咱们讲了什么叫做这个DOM 以及这个DOM和DOM的对象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以及讲了咱们学习这个DOM 主要是用来干什么 对吧 主要其实咱们获得了 它的这个对象以后 相应的对象以后 主要是对它里面的内容 属性或样式 进行这个动态的改变和操作 咱们讲了DOM的对象里面的 这些属性和方法 而咱们讲了这些方法呢 咱们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 他们应该怎么来用 对吧 那他们用他们之后 应该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咱们这节课要探讨的内容 好 咱们把这个考过来 好 咱们都知道 这个getElementById和这个TagName呢 嗯 它是这个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它这个在IE里头和在和在这个火壶里头 它这个实用的效果是一样的 而咱们现在呢 主要来重点看一下 这个getElementById这个方法 它其实存在一个不兼容性 呃 咱们还是把这个上节课的这个例子 烤过来 烤到这个29课下面 嗯 这个是29课 嗯 好 咱们打开 好 咱们把上节课讲的这些内容呢 咱们都删掉 好 咱们现在主要来看一下 getElementById 内蒙 咱们需要重点标记一下 好 ByName 咱们上节课呢 咱们用的是这个咱们呃 举的例子呢 是要获得这个input 这个呃 这个标签的一个对象 对吧 呃 咱们测试是没问题的 那咱们如果现在获得这个DIV的这个内幕呢 好 DIV DIVS 等于 Document 点 好 然后它的内幕是这个DIV1 咱们看看它会不会出错 嗯 好 咱们现在来弹出一下它的这个长度吧 DIV S 点这个LENG TH 好 好 它是零 对吧 和咱们的这个呃 期望的 期望这个值不一样 咱们应该期望值应该是二吧 因为它两个内幕 对吧 两个呢 两个内幕呢 都是等于DIV1 而咱们在这个火湖里头看一下呢 嗯 在火湖里头 它和咱们这个期望值是一样的 嗯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也就是说是咱们在在访问这个 呃 这个表单的时候 它不会出错 咱们来 比方说这个input input等于 嗯 等于这个Document 它这个TXT对吧 嗯 咱们来弹出一下 它这个input 第二这个LENGTH 大家看它第二个 它会弹出E对吧 好 在这个火湖里头呢 它也会弹出E 为什么它在这个表单里头表单里头 它这个这个方法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而放到这个DIV里头呢 如果咱们访问这个DIV 它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样 照着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内幕这个属性 并不是DIV的默认属性 也就是说是咱们在写这个HTML页面的时候 这个内幕属性的并不是这个DIV 它指定的一个标准属性吧 而这个内幕呢 它是这个input的 它的一个标准属性 所以说 它如果有 也就是说是 如果当咱们这个标签 它的标准属性 有这个内幕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IE和火湖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 这个HTML标签 它这个标准属性 没有这个内幕属性呢 它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咱们一般 用这个内幕属性是用来干什么呢 用这个 用用这个方法 就是用来获得什么呀 它其实主要是用来获得这个 呃表单的 嗯 它主要是用于表单的 好在在这儿咱标准一下 首先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不兼容的 是不兼容的 如果是这个IE 如果是这个IE 嗯 如果 嗯 该对象的 该对象的 嗯 标准 属性 包含有这个内幕 包含有这个内幕 那么 可以 正确的 使用 那么就可以使用它吧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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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使用 因为它 嗯 得不到咱们想要的结果 如果是火狐的时候呢 如果是这个 火狐 呃 该该方法 该方法 可以 嗯 适用于 任何情况 对吧 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况 也就是说是 说白了 就是这个火狐 可以用这个方法 啊 而这个IE呢 呃 它会出现 呃 这么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如果说这个属性 有内幕呢 好 它就会正确的 给咱们这个 读取出相应的 这个对象 如果没有呢 它就不会 呃 获得这个对象 也就是说 它访问不到 所以说 咱们得出来的结论 是什么呢 好 得出来的结论 是这个 它 一般咱们用它来 主要是适用于 嗯 主要 主要是这个适用于 适用于这个表单 好 所以说大家 呃 要用这个 嗯 办内幕 这个方法之后 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是表单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用 哈 如果说是其其他的 呃 其他的这个方法 呃 其他的这个 或者其他这个元素的这个对象呢 大家要慎用 大家首先要看一下 它这个 嗯 它这个是否包含了内幕属性 好 这个就是咱们应该需要注意的 呃 其实咱们还有一个获得这个 嗯 获得这个 把这个标签元素转换为这个对象的方法 是这个get element element by class name 通过这个 呃 通过这个类名来获得这个相应的对象 他也 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class也是可以有多个的class 对吧 也是可以有多个的 所以说他也是一个集合 他也是一个集合 好 他这呢 是返回代有 返回代有指定的class 类名的指定名称的对象的结合 嗯 但是他这也是不兼容的 大家要注意 他这也是不兼容的 他是适用于这个火狐浏览器 而在这个IE浏览器里头呢 呃 是没有这个属性的 也就是说是他不可用 在IE里头不可用 好 咱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好 咱们可以给他一个class class 等于这个 呃 AAA吧 嗯 好 这个class呢 嗯 也等于这个AA 好 by class name 好 咱们要获得AAS等于Document.r classname 然后它的class的名字是AAS 好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集合 它是一个集合 所以说咱们可以用它的 可以有这个认识属性 对吧 AAS 这个L E N G T H 咱们看一下它的结果是什么 好 这个结果呢 它是错的 对象不支持此属性或方法 那咱们用这个火呼来看一下呢 然后它摊出来的结果是2 对吧 看这儿它有两个class的名称是这个AA的 所以说它摊出来结果是2 说明这个火呼它是支持这个属性的 而这个AE它是不支持的 但是它这个方法又很好用 对吧 很好用 因为咱们在写这个HTML的时候呢 咱们经常 都会指定这个class 相同的 相同的这个样式 对吧 class 而咱们在做一些效果的时候 咱们也需要通过这个 获得这个类名的形式来获得得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对象 那咱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这样就是主要就是咱们解决这个兼容性的问题了 好 咱们如何来解决这个兼容性的问题呢 咱们可以写一个什么样 写自己写一个方法来解决它这个兼容性的问题 好 咱们来写一个 通过这个class class 好 这个里面参数呢 咱们可以给它创入一个classname 就是这个类的名称 好 咱们如何来写呢 首先咱们要判断一下 它是这个IE浏览器还是火狐浏览器吧 好 咱们怎么来判断呢 好 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要是支持这个方法的话 说明它就是什么呀 如果支持这个方法 说明它就是这个火狐浏览器 对吧 好 咱们呢 直接给它结果返回这个就OK了 好 咱们把这个参数写进来classname class ameclassname 那否则呢 否则它就是一个 它就不是火狐浏览器吧 那咱们应该怎么来办呢 好 咱们呢 前面学过这个 by tagname tagame ame 对吧 学过这个方法吧 这个方法 如果说它里面 里面如果是新的情况下 它就是获得 获得什么呀 获得整个这个 获得所有标签的一个集合吧 好 这个是这个标签的集合 tag 而咱们要获得标签集合里面的class 大家咱们现在来看一下它一共有多少个吧 tag tag.length length 好 lengths 等于这个 好 现在咱们来弹出一下 lengths 咱们可以写到外面 先把这个写到外面 咱们来看一下 好 是12个对吧 咱们看一下 好 它是11个 为什么它们不一样呢 它们的计算方法不一样 嗯 这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儿不是咱们探讨的范围啊 呃 所以 咱们呢 可以获得它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标签 然后呢 咱们通过判断它的这个class 通过判断 通过判断 先来便利 便利一下 lengths 先来便利一下每一个这个元素 呃 tag 通过这个下标来便利 然后来判断一下每一个的class name 来判断一下 它们每一个的这个classname等于什么 是否是等于传进来的这个class classname 对吧 如果是等于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如果是等咱们这儿再来一个判断 如果是等于 如果等于怎么办呢 好 咱们在这儿呢 可以设定设置一个这个数字 嗯 咱们就这个divs吧 嗯 设置一个数字 好 如果他 如果说 嗯 他这个检测出来这个的 他的这个类名称 等于传进来的这个类名称呢 咱们就让他丢到这个数字里头 push 这儿咱们前面学过的这些方法都用上了吧 把把什么丢进去呢 就把当前这个tag 把当前这个元素丢进去 然后咱们返回 返回这个divs 然后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结果通过这个方法 咱们就可以兼容什么呀 兼容这个getelementbyclass这个name这个方法吧 好 现在咱们通过这个byclass 然后嗯 它里面呢 是这个a 然后 点 length 咱们来谈出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得到兼容 嗯 好 咱们呢 先在i里头看一下 好 是2 没问题 对吧 好 咱们在活活里头看一下 也是2 这样 咱们就解决了这个兼容性的问题 好 这个就是咱们自己写的一个通过类名 来获得这个相应对象的一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呢 大家自己可以写一下 好 咱们讲了呃 这几种方法可以获得这个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获得这个 嗯 咱们想要的这个想要得到的一些这个对象 好 这个呢 不兼容 不兼容 嗯 可以自己 写一个 函数 兼容性的函数 好 那么咱们还可以通过 呃 是否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获得这个相应的对象呢 嗯 答案也是肯定的 咱们 现在再来讲一下他的一些集合 这个document的对象里头的一些集合 document 对象的 对象的集合 什么叫集合呢 也就是说是比方说咱们 创建一个写一个页面 对吧 当我们每创建一个这个 form 这个表单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的创建一个这个 他就会自动创建一个这个form对象 如果创建N个的话 他就会变成一个集合 嗯 这就是这个 嗯 咱们document的对象里面的这个集合 他有哪些集合呢 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ll吧 all集合 他是对这个文档中所有html的呃元素的一个集合 嗯 所有 所有元素的呃集合 还有这个formform 他是这个 嗯 返回 返回对这个文档 文档中所有 form 对象的这个引用 好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all 这个all这个集合呢 咱们一般不经常来用啊 集合 为什么不经常来用呢 因为这个all他是不兼容的啊 他是不兼容的 咱们来看一下 all eit document 调这个all all all 嗯 咱们来看一下 好 他是这个 呃 返回一个对象 对吧 而咱们在这个火壶里头看一下呢 他是untified 说明在这个火壶里头 他是这个 呃没有 没有这么一个集合的 呃 所以说咱们也就可以通过这个all 来判断 嗯 这个浏览器 是否是这个火壶浏览器 是否是这个ie浏览器吧 所以说咱们这 判断呢 看咱们这个方法来判断呢 也可以用这个all来判断吧 嗯 呃至于这个all他还有什么其他用法呢 咱们在这就不讲了 因为他不兼容 咱们也不经常用到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forms对象 也就是说咱们每当创建一个 这个这个form的时候 这个forms他就会放在这个forms对象里头 好 咱们看如何来这个 通过 呃这个集合 来这个 嗯 访问 相应的 对象 好 第一点呢是通过这个 通过下标下标的形式 下标的形式 第二个呢是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内母内母的名字 内母的形式 来访问 好 咱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集合对吧 form forms 因为它是一个集合 咱们来看一下 document document 点这个form forms 点这个length 咱们来看一下 好 它的这个个数呢是一个 那比方说咱们如果说是有两个呢 好 咱们这个内母呢也改一下 id呢也改一下 好 好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length呢是2 好 是2没问题 对吧 好 也就是说是咱们如果要是访问这个相应的这个 呃 标单呢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下标来访问吧 好 第一种方式 嗯 访问 一是通过这个下标 好 咱们可以把这个注释掉 通过下标来访问 嗯 document 点这个form forms 好 第0个 第0个的这个咱们来确定一下第0个的这个 内母 name 咱们来弹出一下 它第0个的这个名称是什么 好 myform 对吧 好 现在咱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是myform 说明没问题 那 第1个的呢 下标是1 也就是说是它是第2个吧 是myform1 对吧 好 好 它都会一一对应起来 第1个呢是通过这个下标来访问 第2个呢 咱们是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内母属性来访问 内母属性 内母属性来访问 好 咱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al eit document document dial 这个forms 然后通过下 通过这个内母属性 大家看第一个内母的是这个myform 对吧 好 myform 记得要加这个 要加这个引号 好 这样咱们就获得了什么呀 这样咱们就获得了这个表单 第一个表单 好 第一个表单的这个 名字 咱们再来 呃 呃 这个获取一下 text 这样就获得了这个 这个input 他的这个对象 然后咱们再来访问一下他的v6 v6 好 咱们来看一下他的结果是什么 好 是张三 好 这儿是张三 好 这儿呢 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 给大家简单演示了一下 呃 通过这个名字来 通过这个内母属性来访问 至于说是他里面这个表单里面的这些元素应该怎么来访问呢 咱们 对这个表表单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部分 咱们会对这个表单里面的一些元素应该如何来进行访问 咱们会做详细的讲解 照样的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 好 咱们呢 或者这个一 咱们来看一下看看他的结果 嗯 这儿呢 张五 咱们看看他的结果是不是张五 好 张五没问题 好 所以说也可以通过这个名字来访问内母属性来访问 但是呢 这儿应该注意一点 比方说他还有哪些这个元素集合呢 他还有这个链接的元素的集合 chor s 咱们 咱们 B C 好 这个呢 它是这个返回 返回文档中所有这个链接的A链接的对象的引用 好 他还有这个D 是这个 这个 image 是返回对所有这个图片的引用 好 这个都是他的这个集合 image 是返回对所有这个图片的引用 A B C D E F F呢 F呢 它是这个Linx Linx是返回对文档中所有这个地图 A I E A 和这个Linx 对象 和 Linx对象的引用 和这个Link对象的引用 嗯 也就是说是咱们如果说是访问这个 如果访问这个 呃 这个链接的情况下呢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呃 这个集合来访问 呃 访问的形式呢 既可以通过下标的形式 也可以通过内幕的形式 但是 如果通过内幕形式访问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点啊 其实和这个 呃 这个兼容性呢 和这个 by name 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如果说对象里头不包含有这个内幕呢 他是访问不到的 所以说他们这个内幕呢 呃 只可用于这个form 只可用于这个form 呃 这个呢 这 这个道理呢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呢 可以自己来测试一下 哈 至于他的其他的一些这个 对象的集合 他的访问形式呢 也可以通过 前面我讲的 通过举的这个form 这个例子的形式来访问 哈 呃 因为课堂时间有限 我就不给大家多讲了 呃 这节课呢 这两节课呢 咱们主要是讲这个document的对象 里面的一些方法和属性 呃 其实根本的呢 其实核心的 呃 嗯 l 页面当中的这个标签呢 转换成为这个对象 然后来进一步 转换成对象以后呢 咱们就可以 对他里面的一些属性方法 以及这些 样式呢 来进行操作 好 下节课呢 咱们就来讲这些内容 呃 好 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儿 收看更多元上视频 请到后盾网论坛下载 谢谢 再见 后盾网提供免费视频分享 如果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请到后盾网论坛进行交流 也可以加入后盾QQ群 同时 后盾网论坛提供高清版下载 感谢您的收看